狗圈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中级会计事务语习班的内容 那么这一讲实际我们从标题二 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开始讲 就是当期所得税 我要调增调增哪些 我要调点调点哪些 怎么调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内容 所谓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其实就是我一直口口声声跟你说的交税的基础 啥 应大税所得额 我们应纳税所得额最常见的一种方法 是用利润总额换个词 会计利润换个词 税前会计利润为基础 加上我们所说的纳税调整增加额 凡是你调增的 我就叫纳税调整增加额 凡是你调减的 我都叫纳税调整减少额 算出我们交税的基础 那我有必要往前继续问你一句 所谓的利润总额 是不是你用所有的收入 减去所有的扣除类项目 得到我们所说的利润总额 没错 而你调增的这部分 是不是有一部分就是什么超标的 然后禁止扣除的 对不对 对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所说的 强制调增的 而你所有的调减 是不是无外乎就是什么 免税的 什么减税的 不征税的 还有强制调减的 对 如果我把这个式子给它展开 所有的收入里边 如果我要减去免税的 减税的 不征税的等等 是不是就变成了上边的收入总额 减不征税收入 减去免税收入 对 而我所有的扣除类项目 本来应该是减去 所有的扣除类项目 我把超标的 禁止扣除的 强行调增的 我都给它加回来 是不是这两项综合在一起 就相当于减去我税法 允许扣除的各类项目 对 如果有以前年度的亏损 我在这再给它扣掉就可以了 这是后话 这两种方法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但是哪一种方法操作性更强 当然是第二种 所以我们在食物当中 纳税食物当中也采用的是第二种 而不是用第一种 你就知道第二种拆开了 就变成了第一种 这是企业所得税的记忆税什么 依据 往下数 你收入总额不可怕 我想知道是哪些是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 如果用四个字来说 就是根正描红 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这个收入在谁眼里都是不应该交税的 交税那就应该天出地面 好像说的夸张一点 是这个意思 根正描红就不应该交税 比如说财政拨款 财政拨款谁给你 祖国母亲给你的 祖国母亲拨给你一百万款 祖国母亲说 而呀 你再给我交回25%的所得税 那不是有点欺负你吗 根正描红 是收入吗 是我压根就不应该交税 这个财政拨款 在我们会计上就正付不住 还有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后边这一部分 实际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 是啥意思 您再充当一种过路财神 啥叫过路财神 确实是我收的 我从别人那收的 但这钱不归我 马上就上交国家 不归我 我只是代收代付 你应该让我要我的税吗 不应该 这种肯定是不应该交税的 所以不征税收入 是根正描红就不应该交税的 将来有这样的收入 我们一定是要做纳税调什么的 对调减 什么减税免税不征税收入 是做纳税调减 所以这一类是要做纳税调整减少的 还有一类叫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听懂了 是应该整 只不过祖国母亲仁慈 他不要你这个税 比如说第一部分国债利息收入 我说过 你是不是把它记在投资收益里边了 对 你把它记在投资收益里边了 但是我们明确的告诉你 这一部分 祖国母亲不让你交税 可是你在投资收益里边 已经加过这个数 算出利润总额 我要不要你税 是不是在后边 你就会纳税调整减少 你看 跟前面的不征税收入处理 是不是一样的 凡是不征税 免税减税 都是纳税条件 因为你前面加了 我又不让你交税 都是条件 还有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等全性投资收益 您是不是曾经做过一个叫借应收股利 然后带投资收益的分路 这不就会出现一个投资收益吗 这个国家不让你交税 包括第三个也是分红 你不用特意去掌握 第四个 符合条件的非盈利组织收入 在这我别的不用你记住 你就记住 国债利息收入是免税的 结论是什么 要做纳税调整减少 我别错了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块三 咱们说一下税前的扣除项目 税前的扣除项目形形色色 可以是成本 比如说你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不等于成本吗 也可以是费用 什么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研发费用 也可以是税金 比如说你减去税金及附加 还可以是损失 比如说有一些损失 记住营业外支出呀 管理费用 比如说管理不占造成的存货回损 即管理费用 这不是损失吗 这允许扣除 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支出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营业收入 你营业收入 等等 但是我有一个规短 如果是限额扣除的超标的要调增 如果是全额都不允许扣除或者禁止扣除的给我全额调增 这就是税前扣除项目的规定 那么在这我想说一下税金 这个税金呀 增值税是最典型的什么 增值税是最典型的价外税 它不影响利润表 你想你卖东西会带营交税费 营交增值税销向税额 买东西会借营交税费 营交增值税进向税额 销向减向就是你该交的增值税 它不影响损益 所以这个增值税永远不可能跟利润表打交道 这个你要知道 而剩下的税金 直接或间接都会跟利润表打交道 比如说有一大部分税 我们都要记入税金基附加 你想一下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 下一项不就是减税金基附加吗 你税金基附加里边又含着这些税 我减掉这些税 我才算不出的利润总额呀 比如说像他这提到的消费税 承建税 包括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 教育附加 还有房车地印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四小税 知道他们有多轰轰烈烈吗 四小税 房 房产税 车 车船税 地 承转土地 使用税 印 印花税 房车地印 四小税 原来寄管理费用 原来这个科目叫营业税金基附加 后来就是因为四小税 舍弃了 抛弃了管理费用 他记住了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才改名叫税金基附加 那么这是允许扣除的 而且你在当期发生一次性就扣除了 但有一些税金 车辆购置税 汽税 更低 占用税等等 我也允许你扣除 这些是一次性就扣除了 而这些是分次扣除 有人说为啥呀 道理很简单 比如说以固定资产为例 你这些税是要记入固定资产的 那么表面记住固定资产 是不是就等于是记住了资产 跟利润表没关系 对 比如说这些税假如说是100万 你固定资产的原汁里边含着这些税100万 那我往下问一句 问啥 你固定资产终究是要提折旧的吧 比如说你固定资产20年提折旧 是不是相当于固定资产里边的税金 以每年5万的金额 记住了 比如说管理费 你记住管理费 不还是影响利润表吗 一样的 这就是我提示大家的 税金可以是一次性记住 可以是分次记住 那接下来 咱们就讲具体的扣除了项目 我不怕麻烦 您老人家也应该不怕麻烦 我一项一项的跟你讲 你一项一项的给我听 凡是我提到的内容 你必须都得会 我可以说这些扣除类项目 是企业所得税的主要内容 或者主体内容 但是我只能说包括 但不限于下跌内容 绝不是全部内容 但绝对是主体内容 那有人说还有其他的 我需要掌握吗 我终极会计实务 我终极会计实务 我只要求你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一项一项数 我们真正要调的主要是扣除类 因为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调减 一下就没了 扣除类项目 你记住 限额扣除的超标的调增 禁止扣除的全额调增 好 那么先说第一个工资薪金支出 不往前深究 工资薪金支出合理的部分 税法都允许扣除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 我想说职工福利费 职工福利费 这我不再单给大家说 我想说的是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 准以扣除 这个职工福利费 我给您老人家讲过 所以在这我不再说 当时你在管理费用里边 减了职工福利费 20万 而工资是100万 只允许扣14万 那超标6万是要调增的 没了 而且这个调增 不允许找后账 你当期调增了 就是调增了 交完税了 就是交完税了 没有后账可找 如果你没明白 我以下一个为例 为了好给大家举例子 我把工资薪金支出 都举例100万 而且我告诉你 都是允许扣除的金额 那下边咱们说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的扣除标准 是不超过工资 工资薪金总额 2%的部分 这一扣除 来了 所谓的工会经费 我们也是一个限额扣除 也是一个限额扣除 职工福利费 什么职工 教育经费 跟他的调整 几乎都是一样的 假如说我还是以支利润表 比如说营业收入减 营业成本减税金 基附加等等 其中有一项是减管理费用 为了好给大家展示 我告诉你 我管理费用里边 只有一项是工会经费 比如说8万 那么该加加该减减 最后算出我的利润总额 我就死磕这个数了 比如说利润总额 还是100万 问题来了 是不是这些数 完完整整来自于利润表呀 对 都是一支的 而利润表的这些数 是不是完完整整来自于 你所有的随意类科目 所做的会计分路 对 你实实在在 就是花了工会经费8万 你就是拿了8万 给你的员工买了米面粮油 这8万你在做分路的时候 借管理费用 比如说贷应付之工 薪酬8万 已经做完了 可是我现在要算的是利润总额吗 不对 我现在要算的是我交税的基础 应纳税所得额 而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是不是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加调增减调减呀 对 那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工会经费是限额扣除 那你必须告诉我 你允许扣除的金额是多少 福利费允许扣除的金额是工资的14% 而工会经费允许扣除的金额是工资的2% 这不是坐在你面前姓张的杜撰的 是税法实实在在就这么规定 这是税法的规定 那好 刚才我说工资是100万 乘以2% 那就应该是什么 2万 啥意思 你实际发生了工会经费8万 或者说你允许扣除的金额是2万 换个例子 你实际吃了8个馒头 我实际只允许你吃两个馒头 怎么了 吃多了 多几个 多6个 这6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超标 8减2等于6万超标 超标的部分对扣除类来说 我们要怎么的调增呀 所以在这儿我就会加上一个纳税 调整增加额 我就会加上一个6万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忽略中间的过程 我从前边一直看到交税的基础 是不是整个的过程当中 因为工会经费曾经减了一个8万 加上一个6万 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反映的只是减了一个2万呀 对 这是不是正好吻合了我允许扣除的标准是2万 没错 最后 我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交税的基数是106万 乘以25% 就是我要孝敬祖国母亲的当期所得税 而且 这6万你当年调增了 就是调增了 没有机会 再在以后年度找后账 你以后年度说我在调解 没机会 那有人说还有有机会 以后年度找后账的 有 只有以后年度能找后账的 我们才是我们会计上要研究的项目 而这些项目只是随大六 让你算出一个106万交税的基础 乘以25% 没了 到此结束 这是工会经费 不能找后账 然后再往下说 业务招待费 业务招待费啊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限额扣除 那么它采用的标准是二者输低 一个是实际发生额的60% 一个是当年获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你没看错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以业务招待费来说 以业务招待费来说 假如说我营业收入 比如说是一千万 然后减去 减掉很多项 其中有一项 比如说管理费用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假定管理费用里边只有一个业务招待费 只有一个业务招待费 比如说是四十万吧 然后该加加该点减 算出的利润总额 假如说还是一百万 那我想问一下 这些数据强调一百回来自于利润表 这四十万的业务招待费 客户来了 该吃吃 该喝喝 又吃鸡腿 又吃鸡肉 确实花了四十万 你的会计分度做四十 我承认 我认可 但是税法对业务招待费是限额扣除的 限额扣除 那么他的限额扣除就决定了 他要有他的扣除标准 但是业务招待费的扣除标准 计算方式非常特殊 他采用的是二者输低的方式 就是我要算出两个数 哪个小 我按哪个算 哪两个数呢 第一个数是发生额的 发生额的60% 您不是真正花了四十万吗 四十万的60%得24万 这是你能扣除的标准吗 不是 是我算扣除标准 必须用到的第一个数 第二个数 还有一个数 就是收入的千分之五 收入在哪呢 就是如果不考虑市同销售 就是你利润表当中的什么 营业收入 那这就应该是一千万乘以千分之五 等于五万 一个是二十四吧 一个是五万 二者输低 有人说咋不是二者输高 你扣除标准越低 你超标的越多呀 肯定超标的越多 你调增的越多 像国家交的税就越多呀 所以国家一定会把扣除标准定为二者输低 那就是五万 好了 那有了这个扣除标准五万 问题来了 如果还以吃馒头为例 你实际吃了四十个馒头 而我只允许你吃五个馒头 那就意味着你超标超了多少 超标肯定超了三十五个馒头 在这就是三十五万 业务招待费是扣除类项目呀 超标了怎么调增 所以在这就会加上一个纳税调整增加额 三十五万 最后如果没有其他的项目 你就能算出你交税的基数 也就是应纳税所得额一百三十五万 乘以25%就是当期所得税 那有人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调一项 我是假设没有其他的 有人说你这伙想什么福利费呀 教育经理全都有 你就一项一项调增 一项一项调减 该调的都调了才能算出交税的基数 我现在只是单个一项一项给你调 让你看的更清楚 听明白了吗 好 这是业务招待费 补充一句 这个业务招待费当年调增了 永远记住 没机会调减 就是不能找后账 当年调增就完了 没有机会找后账 好 这是业务招待费 那么这就是我想跟大家所说的 不能找后账的 再说一遍 不能找后账的 工资新进支出 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业务招待费 超标了都是调增 没有机会调减 不得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能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就是以后调减 而现在不能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那有人说工资还有超标的呀 我发了多少工资就扣多少 还真未必 原来我们国有企业呀 原来我们国有企业会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现在越来越少了 国有企业会有一个独特的现象 你比如说国企 我有一个集团 我有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呢 比如说国资委给他合的工资总额是一千万 工资总额是一千万 然后这个集团得的工资总额一千万 他下边有两个公司 一个是A公司 一个是B公司 那可能A公司 我根据一些方法 比如说人数呀 规模呀 收入产值呀 我给你合定的工资四百万 而你B公司 我给你合定的工资是六百万 假如说是这样 这叫工资总额 是我给你的名额 你A公司 你可以发工资 但你一年最多不能发超过四百 B公司 你可以发工资 最多不能超过六百 实际发工资是能超过 能超过 那你刚才说不是不能超过吗 我想说的是 你就有这么多名额 假如说你A公司 十发工资是在四百 或四百以内 我就不理你 我给你的名额就是四百 但如果你十发工资 发了五百 对不起 是不是比我分配给你的工资名额 多了一百呀 这一百是要调增的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不用去纠结的 合理支出的部分允许扣除 工资薪金 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业务招待费 当年我们如果超标了 都是调增 而且不能找后账 没有以后年度正义数 那有人说是不是 还有以后年度有这种情况 有 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职工教育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呀 它也是按照工资 薪金总额的基础来算 通常是百分之八 那特殊情况除外 有人说啥叫特殊情况 比如说我软件培训行业 那么培训员工的这种教育经费 可以百分之百扣除 所以我只按百分之八来讲 那么这个职工教育经费 跟我们前边的职工福利费 职工工会经费 合成为三项经费 但就这样的职工三项经费 有两项职工福利费 职工工会经费 当年调增 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而唯独有一项职工教育经费 它当年调增了 它以后能找后账 怎么找后账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一说你就明白 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职工的教育经费 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去对比 假如说我举个2021年 我再举个2022年 我举两年的例子 你一看就明白 比如说2021年 我会有利润表 营业收入 比如说该是多少 2022年是多少 其中我会减去一项管理费用 假如说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展示这个内容 管理费用里边 你听好了 假如说只有职工教育经费 只有职工教育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是不是按公司的8%呀 对 那假如说职工教育经费 我花了20万 我先说2021年的 最后该加加该减减 我算出我要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100万 比如说是100万 那好 往下数 这些数都来自于我们所说的利润表 来自于你的正常核算 你确实为了给职工辅导呀 培训呀 花了20万 职工教育经费 但是国家明确规定 你的职工教育经费 依然采用的是限额扣除的方式 那要是限额扣除的方式 我们必须知道你允许扣除 或者说你的扣除标准是多少 职工教育经费的扣除标准 是工资的8% 假如说我工资还是100万 那要8%算出来就是8万 超标了 看出了吗 你实际吃了20个馒头 我允许你吃8个馒头 那不就等于是超标了 20减8等于12万吗 超标咋的 你职工教育经费体现的 管理费用里边 肯定是扣除类项目 超标了 我们一定是要调增的 所以在这儿 我就会加上一个纳税调整的什么 增加额12万 有了他 我就算出交税的基数 应纳税所得额就是112万 112万乘以25% 就是我2021年应该交的 当期所得税 用说这个原来的算法 没什么区别呀 对 也有区别 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写了个2022年 对 到了2022年 这个纳税调整增加 我是可以找后账的 我是可以找后账的 什么找后账 假如说 假如说我为了把这个内容给他简化 我假设2022年的当年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2022年 没有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我是给他简化了 那假如说2022年的工资 还是多少 100万 那你前边的这些数据 实际在这并没有职工教育经费 你就轻而易举的得出了你的利润总额 得出了你的利润总额 这回换个数换300万 可以理解吧 好 那大家想一下 我有工资 我是不是就有扣除标准呀 对 那2022年的扣除标准是什么 扣除标准是工资100万乘以8% 是8万 可是可待是但可是 我2022年没有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你允许我吃八个馒头 我一个没吃超标了吗 你只有超标才调增 我现在没有超标 那我还调增吗 首先铁定不调增 其次大家要想一个道理 我如果一点职工教育经费要没有发生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这个扣除标准 这8万 2022年这8万名额我就有赋予 赋予多少 正好赋予8万 一分钱名额都没用吗 我当年之所以调增12万 是因为我名额不够 你吃了20个馒头 我名额只有8个 我把超标的调增 名额不够的是你让我调增了 那现在名额负以8万 你是不是允许我调增 对 是全额调增 不是 只是在名额内调增 您这曾经调增了12万 而您扣除标准只有8万 在这 我们就做纳税调整减少 最后我算出交税的基数 就应该是292乘以25% 就是我的当期所得税 那有人说老师不对 我当年调增了12 我这只调减一个8 我是不是还有4万 没来得及调减 你说对了 如果再往下说2023年 假如说工资还是100万 我还是没有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是不是我2023年允许扣除的名额 或者说扣除标准还是8万呀 对 我又负以8万 但是对于我来说不需要了 为啥呀 因为我调增12万 2022年调减8万 2023年我只需要调减4万 我就完成了一共调减12万的标准 也就是说职工教育经费最大的特点是 你哪一年名额不够你调增了 在以后纳税年度 当你的名额有负益 哪年名额有负益 哪年调减 哪年名额有负益 哪年调减 但是最终你累计调减的金额 一定等于你当年曾经调增的金额 这就是截转以后年度扣除的这么一件事 当年调增 你调增多少 以后若干年的累计调减金额 一定等于你曾经调增的数 那既然是这样 是不是 我现在的调增只是暂时的 我以后有机会调减呀 对 我们把这种可能未来 或者说跟未来有关系的事项 我们把它叫做暂时性差异 其实我们一直口口声声 所说的会计要研究的地研所得税 就是跟未来有关的 形成暂时性差异的这种 我们就会形成会计上所说的地研所得税 而像我们前面讲的工资呀 职工福利费 工会经费 业务招待费 当年调增没有未来调减这么一说 它不会形成暂时性差异 就不会形成地研所得税 先说到这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职工教育经费 有人说老师你把这道题讲的太简单了 都说当年未发生职工教育经费 那假如说啊 我就以2022年来说 我不是扣筹标准是8万吗 假如说我2022年 我当年还发生了职工教育经费3万 那么我们先紧着当年的 你有8万的名额 当年占了3万 你的名额就富裕的 不是8万了 而变成5万了 这就调减5万 就是先把当年的事做完了 还有富裕的 再调减你曾经调增的金额 我想这我就说清楚了 一年不能调减 名额没富裕 调两年 第二年不行 调第三年 就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这个以后年度可以是无限期 你只要保证你这个单位不倒闭 哪一年名额有富裕 哪一年可以无限期的 截转以后那是年度扣除 我说清楚了吧 好 这是一个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一个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我经常把它合称为广宣费 它是按照不超过当年销售或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减于扣除 超过部分 减于在以后纳税年度无限期的节转扣除 没有年限 啥时名额有富裕 啥时扣除 好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种广宣费 它是按照收入的15%减于扣除 那实际就注定了 它依然是限额扣除的标准 它也可能超标 也可能调增 那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还是举2021年2022年 2021年你比如说它有营业收入假如说是1000万 2022年假如说它的营业收入比如说是2000万 我举个例子啊 然后减去 你加加减减很多数 其中销售费用 里边有广宣费 销售费用有广宣费 有多少呢 比如说是40万 好 那咱先研究2021年对吧 那么我这些数完全来自于利润表 我是不是可以轻而易举的知道利润总额 这回换个数吧 比如说是300万 好 其中你是不是减掉了广宣费40万得到的利润总额300万 没错 但是广宣费是限额扣除的 对不起 您必须要给我算一下2021年的扣除标准是多少 这是你要完成的任务 2021年的扣除标准是不是应该用收入的15% 谁的收入的15% 不考虑市中销售 就是这营业收入的15% 那就应该是1000万的15% 1000万的15% 好像写的不对 比如说这改成100万吧 要不然讲进去没意思 这200万 那这是100万的15% 头大眼妈 头大爱哈 大家听客时间长了就会知道 我计算能力很弱 所以说开玩笑说我也没有骄傲 但是确实口算能力要弱一些 当年还是比较辉煌的 我记得我上学时在我们区 当年我在那儿叫县 因为北京市的一个远郊区县 我记得当年我口算还得过区籍前几名的奖 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口算能力这么弱 100万乘以15%的15万 这是2021年的扣除标准来了 你实际发生广权费40 而你2021年的扣除标准是15万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实际吃了40个馒头 而你2021年 我允许你吃15个馒头 咋了 超标了 超标多少 当然是40减15等于25万 这个广宣费既然劣势的销售费用里边 肯定是扣除类项目 扣除类项目超标了 我们要怎么着 调增 所以在这就会加上一个纳税调整 增加额25万 纳税调整增加额25万 如果没有其他的调整 我就能算出我交税的基数是300加25是325 就能算出当期所得税 这是2021年 这是2021年 但是我给你一项承诺 你在以后年度 在2021年曾经调整的25 我的承诺是以后你哪年名额有负益 我允许你调检 我说的很清楚 可以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就是哪年名额有负益 我允许你哪年调检 这是我给你的承诺 那么岁月如梭 事关展展转眼到了2022年 假如说2022年 我依然发生了广宣费 依然发生了广宣费 假如说我这回少发生一点 行吧 比如说我发生了10万的广宣费 那好 我是不是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任务是 先看我2022年有多少扣除标准 对吧 好 那么2022年的扣除标准 是不是应该用2022年的收入 200万乘以15% 应该是得30万 没错吧 好 咱们先说当年 咱们先说当年 我当年实际发生的广宣费10万 而我的扣除标准30万 你实际吃了10个馒头 而我这允许你吃30个馒头 先给我说当年的广宣费超标了吗 没有超标 没有超标 那没有超标用调整吗 不用 另外 我本来有30万的名额 你当年的广宣费已经占了10万 是不是我名额还有20万 对 啥叫还有20万 20万的名额就富裕了 那要富裕了 假如说 我要问你利润组额 这回比如说还是300万 我不是富裕20万的名额吗 我就笼统的给你写上 剩余的扣除标准 是30减10还富裕20对吧 您当时给我的承诺是什么 我曾经在上一年调增了25 您给我的承诺是哪年名额有富裕 哪年允许我调减 我现在先紧张你当年这10万 我已经知道了 你没有超标 不用调 富裕的20万名额 是不是我就可以利用了 对 我一共调增25 是不是导致我以后年度累计调减 也一定是25呀 对 可是你现在只富裕20万的名额 那好 这就会纳税调整减少 只能调减20万 有多少名额 最多只能调减多少 有人说我不甘心 我不还有5万没有调减了 你当2023年名额有富裕 还可以再把那5万再调减 2023年名额没富裕 2024年调减 2024年没富裕 2025年调减 哪一年名额有富裕 那5万你可以在哪一年调减 那我现在这是不是调减一个20万呀 那我交税的基数就不再是300 而变成了280 乘以25% 就应该得70万 这就是广权费 你有没有发现 2021年调增的数 在以后年度允许调减 这是跟未来有关 只要跟未来有关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暂时性差异 我们将来讲 终极会计事务所得税这一章 就会涉及到地研所得税 跟职工教育经费一样 所以在这儿 准与截转以后年度 无限期扣除的 有职工教育经费和广权费 这俩您老人家必须给我记住 这是我强调的一个点 好 第七个 公益性捐赠 公益性捐赠允许扣吗 允许扣 它也是限额扣除 不超过年度利润 总额12%的部分 准以扣除 但是 它也允许截转以后年度扣除 但是它给的期限只有未来三年 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所谓的公益性捐赠 首先我承认你是捐赠 是所有的捐赠都能税前扣除吗 不能 比如说我明天看你缺钱 我说得了 我掏腰帮捐给你5000块钱 叫捐赠吗 叫白给的 但是这个捐赠不允许扣除 为什么我们强调公益性捐赠 第一 您得是做好事 第二 您得是通过民间非盈利组织 或者非盈利的中介机构往处捐 比如说 你把钱捐给希望工程基金会 由希望工程基金会捐给希望小学 你把钱捐给宋平成基金会 由他捐给我们受赠单位 这一种才能叫公益性捐赠 为啥我直接捐赠就不算做好事呢 您通过非盈利的中介机构的捐赠 这些非盈利的中介机构是在国家有备案的 他会给你开收据相应的单据 他能给你证明 你直接捐给别人的 谁给你证明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件事 而且公益性捐赠 它也是一个限额扣除 也是一个限额扣除 它的扣除标准更奇葩 它的扣除标准是利润总额的12% 利润总额的12% 我写清楚一点 好 比如说2021年 我先举这例子 那么假如说我利润表是已知的 借营业收入等等 该加加该减减 其中捐赠是体现在营业外支出里边的 比如说我营业外支出里边 我只有一项公益性捐赠 只有一项公益性捐赠 假如说是100万 假如说是100万 那好 该加加该减减 算出我们所说的利润总额 假如说这回利润总额 我变个数给个200万 那你的扣除标准不就是利润总额吗 对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扣除标准 就是你口口声声所说的快捷利润 就是你口口声声所说的利润总额 那利润总额要是200万 200万乘以12% 也就意味着我2021年的扣除标准 应该是多少 是24吗 应该是200乘以12% 应该扣除标准是24 对吧 对 您实际捐了100万 而我们所说的扣除标准是24 咋了 超标了 就相当于实际吃了100个馒头 我允许你吃24个馒头 你超标了76万 这个超标的76万 我要做纳税调整增加额 这加上76万 最后算出你交税的基础 最后算出你交税的基础是276万 乘以25% 是你要交的当期所得税 是不是这调增了76呀 对 我允许你在以后年度调减 前提条件是你的扣除标准有负予 而我们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标准 恰恰是利润总额 你要想让名额有负予 你必须保证以后年度 名额的基数利润总额为正 您做好事 我承认 如果以后年度你的利润总额为负 或者以后年度你是亏损 你根本没有机会扣除 你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2022年 从2022年开始 我会给你三年的时间 以后三年吗 2022 2023 2024 假如说 我2022年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负的100万 对不起 我承认你这调增了 但是你利润总额是负的 乘以12%算出扣除标准也是负的 一分钱都不能扣 能不能调减 不能 2023年 比如说利润总额是负50万 那好 2023年能不能扣 不能 那仅仅我怀抱希望就是2024年了吧 假如说2024年 假如说2024年我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250万 终于迎来了是一年正的 那可以扣除 但是我得算算你能扣多少 是不是我就要算一下2024年的扣除什么标准 不是利润总额不是利润总额的12%吗 那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250万乘以12%应该得多少得30万 那好 我只有30万的名额 可是你曾经调增了76吧 我这只有30万的名额 我有名额但是不足 那怎么办 我就在2024年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减一个30万 最多最多你能调减的数就是你赋予的名额这个数 那么调减这个名额之后 我交税的基数就从250万变成了220万 乘以25%就是我要交的当期所得税 那有人说不对 我冤枉 我一共调增了76 我只调减了一个30 我还有46万没有来自及调减 您再也没有调减这46万的机会 职工教育经费 广宣费 我允许你无限期调减 而公益性捐赠 在你捐赠当年的四年开始 我只给你三年的机会 三年你要没有来自及调减 这46万就不能再调减了 那有人说是不是如果这三年要都是负的 我调增这76万一点都没机会调减 你说的很对 啥时名额有负予 啥时可以调减 调减的最大数不能超过名额 负予的名额 调减的最大数不能超过你当年调增 就这意思就是我当年调增76万 我给你三年机会允许你调减 你调减的累计数不能超过76万 哪年调减是看你哪年名额有负予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但是毕竟2021年发生的事还是跟未来有关 它也会产生地盐所得税 这是后话 您先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这五六七这三下 我是希望大家背下来 职工教育经费广宣费 当年调增可以无限期的在名额有负予时调减 累计调减的数一定等于你当年调增的数 而公益性捐赠 我当年调增我也允许你调减 但是呢我只给你三年的时间 前提调减你三年的名额有负予 如果你三年的名额都没负予 对不起你没有机会再调减 这是扣除类项目最最基本的内容 好 那么这是括号三